哎 臭宝你对于植物蛋白了解吗 有的花友在用肥料的时候 又是有什么这个肥那个肥 有一些什么氨基酸 腐质酸 鱼菜蛋白 还有什么肾酸 有一个植物提取因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 像植物蛋白大家都知道 大豆里面的含量比较充分 一般做豆腐什么的 都有很多的一个蛋白 但是呢 很多花友在用肥料上面就比较懵 咱们首先你要最贵一个 追求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系列 就是这个植物 它在大自然界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它是干嘛的 它就像一头牛 它吃草鸡奶 而植物呢 它就是吃无稽盐 光合作用 然后呢转化为有机制 你看你吃的香蕉 橘子 苹果梨 小麦 黄瓜 西红柿 这些不都是有机物吗 它们本身就是 从土里面获取一些无稽盐 加上光合作用 而截出来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呢 有的话说 我给这个牛 我喂点牛奶 它能挤出来牛奶吗 牛是可以的 有的话说 我给植物 我直接用点蛋白可以吗 是可以的 但是您要了解 植物呢它是不直接吸收一些蛋白的 咱们就这么跟大家说 你像咱们也都知道 小时候学过一个生物 哇 羊吃草 草吃什么呢 草吃羊拉出来的臭臭 包括这个动植物的尸体 腐化了以后呢 它才吃 对啊 草野吃动植物 但是你忘了一个点叫腐化 叫腐熟 叫腐败啊 叫降解啊 谁把它们降解的 谁把它们腐败的 那叫微生物 就是肉眼不可见的 像他们口腔里面 会有一些异生菌 微生物 肠道里面它也有 对吧 它这个一个主要就是说 微生物才是整个食物链的顶端 人死了 微生物也可以降解它 植物死了 微生物也可以降解它 包括人拉出来 凑凑微生物还可以降解它 所以说呢 中间忽略了微生物这个点 包括咱们大家 我用到的一些个你像什么 给这个什么植物 给植物施肥用的 什么氨基酸 这些个那个的 全是被微生物降解之后的东西 这个东西才可以被植物再去吸收 对吧 就跟人一样 你说这个 你可能你直接吃高粱 你喝不出酒来 被酒取发酵过之后 那个高粱就发酵成高粱酒 就是这么个东西 它中间有一个发酵过程 所以说有的话 你在用肥的时候 你不要纠结啊 这我说的 大家在用土 用氧化也好 您就记住了 光合作用 无机盐 植物就是干这个 就转化为有机制 好吧 其他的肥料呢 基本上都浮匀了 除非有一些功能性的 你比方说调节调节土壤酸碱度啊 是吧 有的话说 那个土壤板结了怎么办 下一期的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叨叨这个事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了 绝不说 记得点个赞 下期的时候 给大家讲土壤板结事 我是罗花一 氧化最转一 下期再见 拜拜